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继任加伦为大勋放派二开营预告骗击地大公开,诚意杨子再次组CP。 2022年不仅是古偶剧罢评的一年,同时也是无数小伙伴讨论话题最多的一年。 在今年的8月4日七夕节这天,任加伦为大勋嗨放派二开营预告骗击地大公开了,播出时间也进入了倒计时。 这也让无数小伙伴很期待能看到任加伦与魏大勋以及李荣浩他们嗨放之旅。 不仅如此还有最近正在热播的古装仙侠题材剧《沉香如蟹》也晒出了七夕海报。 由杨子饰演的四叶汉《淡仙子言淡》,在下凡后变成了可爱又活泼的白漂亮与斩妖除魔的《唐舟相遇》, 从目前播出的剧情来看,两人就像欢喜冤家一样,又甜又搞笑。 这也让无数观众期待他们能够撒一些狗粮,毕竟两人上辈子太虐心了。 尤其是诚意与杨子在剧里的哭戏太有感染力,看得无数小伙伴心里久久难忘怀。 不得不说作为两大哭戏天花版的诚意与杨子,能再次组CP,已经让无数观众很为他们高兴。 同样是在七夕这天,让无数影迷期待已久的未播剧《南风之我意》与凤行《安乐传》分别都在今天晒出了七夕海报。 这三部剧除了赵丽颖与林更新与凤行目前还没有杀青外,其他两部剧都已经杀青。 尤其是诚意与张雨昕《南风之我意》早已经在2021年2月10日杀青,要比正在热播的古装仙侠剧《陈香如谢》杀青的还要早。 诚意与杨子《陈香如谢》这部剧是在2021年10月15日这天杀青的,如今2022年8月《陈香如谢》都已经开播一半了, 严旦与唐舟也上线了,诚意与杨子把《男女主人公》诠释得很完美,不得不说两人除了演技扎实外,剧里剧外都很有默契,除了聊剧本外大多数都聊吃的。 诚意另一部现代剧《南风之我意》虽然目前还没有播出,但是从媒体官宣透露出的花絮,已经是未播鲜火。 就像《嘉伦》与李沁民国剧《请军》也在去年就杀青了,到目前至今未播出。 但是从透露出的花絮与视频来看,这部剧的热度与口碑已经让无数小伙伴期待了。 这两部剧能不能在今年播出,这也是无数影迷所想知道的答案。 对于影迷来说,左等右等虽然没有等来他们新剧播出,却等来了任加伦嗨《放派2》的播出,还有诚意杨子陈香如谢也在热播中,可谓是追剧的同时又不忘看综艺。 陈香如谢高开低走,看到网友对杨子的潮评,我实在忍不住想笑。 电视剧《陈香如谢》虽然没有经过预热,但在上映后还是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由于该剧改编自一部经典小说,主角的演技得到了广泛认可。 尤其是女主杨子,她的演技精力也很丰富,所以一直受到大家的欣赏,但陈香如谢是高开低走的,虽然播出量不错,但口碑却不如有些下滑。 看到网友对杨子演技的潮评,我实在忍不住想笑。 杨子陈香如谢。 首先,杨子出演的严旦这个角色很可爱。 这是因为杨子本身的脸型比较圆滑,看起来特别亲近,也正是因为杨子的脸很柔和,很容易就拉近演员与观众的距离。 特别是四叶汉旦看起来很清新脱俗。 可以说杨子则把这个角色演得非常俏皮灰斜,和男主角的互动也非常有趣,也很是机灵活泼。 这或许就是观众沉浸在剧中的原因。 从设定上看陈香如谢是古装神仙恋爱的传统设定,在今天的观众看来,似乎有点无脑的样子,因为这样的情节电视剧实在是太多了。 本来应该收获一大批粉丝的女主角杨子,这次也遭受了不少奚落和吐槽。 网友纷纷表示陈香如谢的女主严旦这一角色,被批评到远不及杨子之前,饰演的香蜜沉沉浸如霜的紧密等角色, 而且表示杨子的颜值等到不够好看,甚至在铜矿中与孟子一铜矿被比下去。 说起同质化,虽然杨子这几年确实是有不少的同质化古装剧,再加上她的外貌虽然可爱,但是长期的此类型电视剧可能会引起观众的审美疲劳。 但是她的演技依然是没得说,依然是过关的,在战长沙,亲爱的热爱的等作品中。 杨子都贡献了精彩的表演。 但是面对网友对杨子的嘲讽评论,我个人觉得真的很可笑,虽然同质化是有的但是演技也是难能可贵的,没有什么可说的。 哪有什么都好的演员。 影片上映后,杨子为公众献上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哭泣戏。 因为这部剧里有很多虐心的情节,而杨子也非常擅长这个类型的角色。 她展现了这个角色内心的挣扎和复杂情感的表演,可以说是非常的成功。 她对这类的角色已经炉火纯青,她的这种性格,她没有表现出一丝的出戏,这都是发自内心的表演。 在拍摄前杨子就已经仔细地读过剧本,所以对于把握剧情的发展拿捏得很到位,仅仅把握人物情感的过渡。 很简单地塑造了这个角色,让观众有了很好的体验。 此外,杨子和众多明星之间的对决也很有趣。 因为杨子是故事发展的驱动力,所以有了它的存在才会使得故事才不会无聊。 除此之外,杨子将角色生动深刻的一面展现出来,观众对他对角色的把握印象深刻。 也正是因为有杨子的加入,这部戏看起来更有风度,把仙侠戏的气质展现得非常出色。 我相信接下来的剧情一定很吸引人,让人忍不住看这部剧。 在我看来,他的表现非常好,值得称赞,有代入感。 抛开我不是粉丝来讲,但我还是很喜欢他演的戏,他的形象也很符合我心目中的言诞。 演技一如既往的好,虽然剧情让大部分观众接连吐槽,但形象却很符合。 你觉得陈湘如谢中杨子的演技跟妆容怎样? 本文是七公子谭颖说的个人观点,在此感谢大家的阅读。 欢迎关注冉公子谭颖说,后面的剧情更精彩。 中国是浪漫,今年七夕送送颜旦。 颜旦你的真身火了杨子。 陈湘如谢太上头了,颜旦的真身四叶汗旦七夕火了, 莲花也没想到七夕节的市场能占一席之地吧? 果然是颜旦,凭实力出圈。 今年的七夕送礼送汉旦,花雨,给你全部的爱,和你相遇,和其有幸。 汉旦给这个七夕带来的是中国式浪漫。 收到四叶汉旦了吗? 准备好接收颜旦的祝福。 颜旦的真身杨子来了,带着颜旦的真身来送祝福了,太甜了。 今天是甜甜的小可爱颜旦仙女吧? 难道怀里抱着这树汗旦才是隐藏的糖? 和甜蜜相伴每一天,栖息快乐。 可可爱爱的养子颜旦,接收完毕,愿每年的今天和你一起。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